那艾草它也是比較長穩蟲的 然後呢 它其實它 其實它頭不一樓 所以有的時候啊 我們會就是 洗那個艾草肥皂的話 也會希望說它的新陳代謝比較好一點 那有的時候是可以去屍啦 那所以有些人啊 如果他 這樣我們家就會很相信就覺得它是保護牌 事實上其實它是有的時候 它會讓你在夏天的時候不要這麼冷冷 它會讓你去屍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我洗完了就比較舒服 所以不管從比較相信神明的角度 還是有些人比較相信科學 其實都艾草都不錯 都有它的效用 去寒 去屍 去屍 濕氣 濕氣 對 那艾草的話 它也是可以消炎啊 殺菌啊 那如果像我之前的那個皮膚 就像剛剛我講說很像香港的那個 其實有一點像絲針 所以我當初也用艾草 那當然啊 就是說像 尤其像現在是那個 農曆期月啊 其實洗艾草是很不錯的 洗艾草是很不錯的 就是你洗完之後你會覺得說 就是有地血啦 保皮鞍啊 那它的味道也是清湯清湯的 不管是江黃還是艾草 我們這個味道都不會很大 所以等一下的話就是做這個的話是 就是說讓人帶一個天然的肥皂回去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這個艾草剛好也是臨色的 我們就用艾草來醫生 就是比較天然 你做起來就是這樣 有人知道 對啊 這樣就是不錯的看 然後呢 肥皂的話啊 因為我現在在滾 然後呢 肥皂的話啊 因為我現在在滾 所以會很燙 所以等一下大家在用的時候要小心 那有沒有人做過啊 都沒有做過齁 我們用的 我們用的 我們今天用的地瓜啊 有這個造機 你的名字有這個造機 它是比較方便的手工造 它就是本來是一顆一顆的 然後呢 我們把它融化 跟這個冰塊一樣 冰塊融化成水料 那你在道路 你喜歡的 木耳裡面有一個變不一樣的形狀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那個加熱 讓它變成 變成這樣水一樣的 因為現在差不多 80度 7-80度 有 又在那裡燙 啊 待會兒 要做的就比較快 好 這樣 現在就是 我肚子上有放一些材料 啊 待會兒 我會給你們 一塊 三文 啊 這三文裡面啊 待會兒 我會給你們漿黃 那 因為那個漿黃只有三塊 所以如果 如果萬一就是要傳遞的話 也是可以麻煩就是那個 自動性的放過這樣 好 對 啊 待會兒我會給你三文 啊 因為三文是低色的 啊 你要用漿黃 來他投進去 米色 啊 拿到漿黃之後啊 你就要叫 叫 叫給山 叫給山 啊 叫給山啊 欸 有 有的 是不說太多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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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常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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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沒的 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 待會你們招一招的 不會都不斷轉腳 對有這條這條 這是正常的 讓他不斷轉腳 如果招好 就幫我倒進去 看你實力喔 就幫我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要幫我噴金金 要噴三四個 對 這樣才要跟我們家沒有分酒精喔 有什麼重要 企劃 有點像 你說什麼 謝謝 謝謝